我們來看看到底OneNote可以用哪些所謂的教材 那麼一般來講其實老師最常見的教材 現在有幾種 第一個影片有沒有 影片現在多了老師 老師上課多少那麼有嗎 對不對給同學看啊 那這是第一種 那以前老師在做這種影片教材的時候 請問你都怎麼收集 你覺得你平常都怎麼收集 第一個先把網址複製一次 第二個把標題複製一次 老師平常複製是這樣子的嗎 你是用這樣子 你不累嗎 你這樣吃力很累你 我都不用看著他 你看我都沒有看著他 有沒有我都看著你 按右鍵喔 有點辛苦耶 我只有1 2 3 1 2 3 你看 1 2 3 1 2 1 2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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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怎麼用嘴巴搶 1 2 3 你看我點很大力給你聽吧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個握著裡面就可以啊 因為點三架就整斷了 對啊 對啊 點兩架是一個詞 所以你看我點兩架 醫院 有沒有 不要再 用眼睛這樣緊耶 這樣眼睛會受傷 好不好 真的真的 所以你看標題 標題一定是一行而已嘛 1 2 3 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效率差很多 所以你看你會摳網址 會摳文字 有的比較辛苦的 是不是連內 這個說明是不是一起摳起來 然後就藏到你的秘密花園裡面 對吧 對啊對啊 可是在1弄裡面其實可以更快 大家有沒有看到真的很快 好這是第一種對不對 第二種 老師有沒有可能有那個Google文件 也可以 你看喔 所以其實我老實說我現在有不少教材 我都會變成Google文件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Google文件的話 如果你是握的也可以用 但是呢 效果比較差 你知道插在哪裡 插在左手邊 大概 大槓 因為如果這個文件有六頁 請問大家應該這一招最會對不對 滾滾滾滾嘛 換個拉拉拉 但是 你搭的不見得到那裡啊 你有發現什麼事情 左手邊 像不像握的裡面 有一個叫大槓模式 對啊 這個我可以打開耶 你只要是標題1 標題2 標題3有沒有 我們寫路母的時候 都不是有那個嗎 要照那個格式啊 那你只要設為標題1 標題2 標題3 他就直接逐漸在左手邊 你就可以 因為那才是你的重點嘛 對不對 既然叫標題就是重要的地方啊 他是不是就直接跳過去了 所以我是蠻鼓勵老師用這種方法 因為這樣子 同學要看也比較知道說 你不用跟他講第幾頁 你就跟他講那個標題就好 他就自己會找 這個是另外一個Google文件的 好 再來呢 這裡也是Google文件 可是這個Google文件 是沒有 沒有互動的 有沒有就是這樣看而已 也可以 看你要用剛剛那一種 還是這一種 這一種就很單純 就是鼓鼓勵而已 哈哈哈哈 所以 跨力啦 來 再來我們往下看 Google簡報當然 一樣 這種簡報也是 就是 因為 您的PPT 可以直接轉換成Google文 簡報 有沒有一樣 這樣就可以在這邊直接跳 當然最好是您在上面那個字 因為我這個不太適合 是因為這個我並不是用字 是用圖片 如果您又用他的標題 這邊會同步顯示出來 這樣我們再看就比較簡單 好 再來 還有什麼 這個我們是可以共同編輯的 跟剛剛那個一樣 跟剛剛那個一樣 剛剛我們那個Word有沒有 過過文件啊 你看這裡 可以加註解 這個就是我中午的時候 在跟陳老師介紹的就是 如果同學真的 比如說他對這個 老師講的主題這裡有問題 他就在這邊註解 有沒有 老師我有問題 我不會寫老師有問題 這樣老師有沒有就知道了 對不對 然後呢 老師如果 把那個同學解決了 就可以按解決 如果同學還有問題 繼續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 這個都不是OneNote的功能 這是誰的功能 Google的 你了解了 因為OneNote本來就跟Google 集合的比較多嘛 那我就乾脆用那個功能 來補助他的不足 所以我有一篇那個 部落文章就是介紹 你怎麼樣來用這個方法 去增加 這樣的互動性就更多了 同學在看教材 不是說就只有看 然後有問題另外問 對吧 像我們這邊也是有問題另外問 你看 都給他清掉了 人家這裡本來有畫一個 老師想說他 沒有在現場就再見了 其實我可以查看版本紀錄 你看 今天的有沒有 打開 有沒有 點一下 這樣有回到過去嗎 這樣你知道同學有問題 我不用擔心 他會毀失滅跡 他問沒關係啊 刪掉了 反正他會記得啊 這也不是OneNote的功能 這是Google的功能 老師有沒有發現什麼事情 原來 雲端硬碟 博士只能拿來當隨身碟 但是問大家都拿來當隨身碟 所以你才會發現 奇怪怎麼那些功能我都沒用過 但是我就用的跟你不一樣 不是我比較厲害 只是我 有注意到有這種功能 所以 這個是 OneNote裡面 你可以跟他做什麼 那剛剛那個白板其實就一樣 對不對 好 PDF更不用講一定可以的 PDF一定可以 那我們剛剛也有介紹過 請問這個行不行 當然沒問題啊 對不對 Office的檔案都可以直接看嘛 所以你是 雲端硬碟的影片也都可以 那個協作平台老師有用嗎 有沒有老師有在用協作平台 這是Google的 Google的 那 這個是我自己的課程的 也就是 我的課程不是只有像學校 就是很單純 就是放那個 這個有沒有 第一週第二週第三週 我是不只放這個 因為 我還有放 我們會做的影片 是哪些 同學 看這個 選修這個課的時候 他可以進來看 他就會知道說 比如說我們要做這個 你看這個 我放在雲端音節上 他會知道說 我們做的是哪些內容 這樣了解嗎 那而且呢 他如果覺得這樣還不夠 我還可以給他看 我上課影片 還不是只有看今年 還可以看到 往前推 他就可以看到以前 我們怎麼上課 那美姐上課 哪一班 我上哪些內容 剛剛看的蝴蝶動畫 有沒有都在這裡 所以我比較厲害的在哪裡 我都可以把過去找回來 把以前上課的情境把它找出來 那這樣子其實 你應該知道同學不太會找我 找我也沒有用 我就已經在上面了 他什麼時間找我也沒差 反正我睡我的 他看我的 也是一樣 那個老師會教他 所以像這樣子 這樣有沒有發現 他的教材類型就蠻多的 再加上我剛剛玩的那些測驗類型 是不是整個課程就可以比較豐富一點 當然啊 凡事起頭難 你看我現在用的很順 是因為 我已經用了三年多 所以其實我的很多課程 的資料 你看我的課程 我們剛剛進來是在發現對不對 這裡是公開的 那課程跟群組就是你自己的 或者是你加入的 你看我的課程有沒有 也有52個 我有訂別的 那我的群組最多 剛剛你看到是149個 所以其實我的資料都在所謂的課程裡面 那麼我上課之後就當作一個班級一個班級 我就把我的資料 就引入到這些班級裡面來用 引入到這些班級來用 所以其實我準備的 不會是只有什麼 不會是只有 就是我上 就是真正上課的資料 你看 我可能會有其他的 有沒有 上課也要偶爾要拿了一下 提供有知識的內容 對不對 那所以你看我會找 我有興趣的 會覺得我 可以收集起來 可以變成課堂上的一部分 我就收集 那老師會不會覺得收集資料很麻煩 玩弄也有一個不錯的方法 收集資料很快 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